钢漏是钢管与钢门周围皮肤之间的慢性异常沟通 钢漏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狭窄的隧道 在钢管内有一个内部开口 在钢门附近的皮肤上有一个外部开口 钢漏在有钢门浓阳病史的人中很常见 当钢门浓阳无法正常愈合时 可能会形成钢门漏 钢漏是钢管与钢门周围皮肤之间的慢性异常沟通 钢漏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狭窄的隧道 在钢管内有一个内部开口 在钢门附近的皮肤上有一个外部开口 钢漏在有钢门浓阳病史的人中很常见 当钢门浓阳无法正常愈合时 可能会形成钢门漏 钢门漏的症状包括 1. 钢门或直肠周围疼痛或不适 2. 从钢门排出农业或粘业 3. 钢门周围搔痒或刺激 4. 钢门周围肿胀或发红 5. 钢门有恶臭分泌物 6. 排便疼痛 7. 食欲不振 8. 虚弱或疲劳 9. 发烧或发冷钢漏 是透过钢门及周围区域的身体检查来诊断 在检查过程中医生会使用戴手套 润滑的手指来感觉该区域是否有任何异常 如果怀疑钢漏 医生可能会要求进行影像学检查 例如X光 CT扫描或MRI 以确认诊断并评估漏管的严重程度 钢门漏的治疗方案包括 1. 手术 手术是钢门漏最常见的治疗选择 手术过程中将漏管打开 将漏管边缘缝合在一起 以防止漏管复发 2. 抗生素 可以使用抗生素来治疗与漏管相关的感染